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4月28日,聖罗伦素理应拿足3分 星期四早上,南美球会杯分组赛,继续有比赛进行 届时身处A组的两支来自亚根廷球队,罗沙里奥中央,将主场迎战聖罗伦素 聖罗伦素在分组赛首战,爆冷输球,不过球队之此而后涌,之后战胜何藏一战,令球队恢复士气 今仗面对实力偏弱的罗沙里奥中央,聖罗伦素赢波在职 另外,M直播届时,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其实两队在首场分组赛的表现,都令人失望 他们双双以0比1输给各自的对手,不过主队罗沙里奥中央的情况 更为令人担忧,因为之后回到亚根廷国内赛场,罗沙里奥中央继续输波 而且还是在主场的情况输波,两连败之后 罗沙里奥中央的士气有所打击 相对来说,熟悉南美洲制赛场的聖罗伦素,调整能力更出色 上将同河床交手,费南迪斯,同伊利亚斯在上下半场分别建功 击败了竞敌河床 扭转状态之后,金仗作客罗沙里奥中央,聖罗伦素希望诚勢在分组赛赢波 虽然两支球队都是来自亚根廷,但是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就很明显 在过去十次交手当中,聖罗伦素收获六胜四和的不败战绩 尤其在今个月初,在国内赛场,聖罗伦素曾经两个波 原聖罗沙里奥中央,就算来到南美球会杯赛场 双方实力差距不会被抹平,而且心理层面上,聖罗伦素同样占据巨大的优势 值得留意的是,两队在这十次交锋当中,聖罗伦素获胜长次的净胜波 都不会超过两个,虽然不是以连压姿势赢波,但是胜在赢得够稳定 这个也是金仗看好聖罗伦素的最主要原因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,和赞我们的page 纳机下载M直播,随时随地在手机自载看波